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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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走悠悠 謝謝大家 歡迎妳來到我節目 謝謝彥老師好 好 每一年妳都會來到我的節目 從他們剛開始出道開始 那今天是妳們第幾張專輯 第三張迷你專輯 第三張迷你專輯 不迷你 很大 很大很大 一次裡面沒有很大 沒有 它是首MV 是首MV 好 妳們好像長高了對不對 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牙齒是真的嗎 真的 沒有帶絕牙了 沒有帶絕牙 好 他們到節目來 是從五六歲開始 一開始 然後他們這個當中 其實個子 就是掉牙看得比較明顯 好 今天我們節目呢 各位可能注意到 我們節目播出是11點 這是我們白天錄的 你知道兒福查得很嚴 這個小朋友能上節目時間不多 然後 還有活動 還有活動 活動是什麼 是喜歡新樂園加年華 然後是在台北花博流行館 然後現場有機會可以買到這個 客人喜歡漱口袋 好可愛喔 在台北花博流行館對不對 要送給我的嗎 那都不好意思耶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然後現場有闖關活動 還有吃的喝的玩的 還有我們的簽唱會 然後還有那個舞蹈比賽的決賽 舞蹈比賽的決賽 好意思 然後還有其他想問的 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或YouTube 或官方網站查 你知道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們兩個人姐姐畫比較多的一次 平常以前他們都是 她是妹妹 她是妹妹 剛剛他們已經拷搭我們 因為我們是左左右右 那對我們來講 就是好像左左應該坐這邊 右右應該坐這邊 然後右右說我要坐這邊 因為鏡頭拍過來 我就是在右邊 她是在左邊 我們製作人說 好… 很厲害喔 好 請坐… 來 對 左左右右 左左應該是姐姐 右右是妹妹 好啊 好 來 謝謝你們喔 今天呢 主要我們 其實有看到大哥 大姐姐 其實我今天要說的就是 他們今天來的人都是從小 就志向就很確定 他們要做什麼 然後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是學校的風雲人物 那當然風雲人物 你知道什麼是風雲人物嗎 不知道 好 不太知道了 就是很有名的人在學校 就像你們在學校大家都知道 左左右右…對不對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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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學校這麼不好奇 其實…好 今天我們就是 好 就是有些有名的人在學校裡頭 會遇到什麼樣事情呢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 除了左左右右 我們來看的大小姐 這個也長大了 趙群 小燕老師好 大家好 剛才妳也是從童星 現在是高中對不對 對 我現在是要升高二 要升高二 對… 那個在小學的時候就是 有名的風雲人物 妳總懂了吧 我懂他們的感受 因為我小時候也經歷過 我小時候就跟愛子組成 那個大小姐 對… 那你們在學校 會覺得被人家知道 會不開心嗎 是還好 我會覺得還滿開心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 對啊 那可是今天這兩位哥哥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位哥哥 江天玲哥哥 鋼琴彈得非常非常好 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厲害得不得了不得了 好 這是我們第一代的 我們都叫他跨界的演奏鋼琴家 前兩天 前禮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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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我看到你的演奏會非常精彩 謝謝小燕姐 而且你很有大師的價值 我學給你的經紀人看 你一出來 你一定 然後這是你的鋼琴 你走過來 然後一定會 像一道鋼琴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你要坐下來彈之前 然後你也會有一個態度這樣 一直讓我看你的右邊這樣子 你覺得很有感覺的感覺 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自己 你沒有注意到嗎 你很嚴重 我知道有身邊有些朋友 還有我媽有一次有問我說 你是身體不舒服嗎 為什麼你在台上彈琴的時候 表情那麼痛苦 我說我都沒注意到這件事情 很痛苦 而且很陶入 而且一彈完了以後 然後好像那個人 你知道靈魂出竅以後又回來 然後回復回來的時候 又變了另外一個 淨裡有點 好 這是江天玲 嗨 大家好 小燕姐好 另外一個我想 他也是成名很早 小的時候就對詩詞非常厲害 後來去參加詩詞比賽 張仲宇哥哥 大家好 大家好 但是他不是歷史系的 也不是國文什麼系的 他是 現在已經是律師了 很厲害 他非常厲害 他是在學校的時候 就考取律師執照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律師念完了很多年 都不一定考得上律師的執照 對 知道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但是你在學校的時候就考上了 對 我們畢業那年 我們在畢業同一年就會考試 六月畢業典禮 我們八月就會進行律師考試 你是考上了 對 在你旁邊考試的人 應該有很多中年人 對 我旁邊有白髮蒼蒼 有些是 可能看起來像四十幾歲 可是考到像白髮蒼蒼 然後就覺得 我邊考的時候我其實手在抖 我真的超怕 我考到四十幾歲 所以我就 考完了 對 考到那個時候還在考對不對 對 我其實很怕 大家都很擔心 真的 真的很擔心 研究所 研究所 對 所以你將來 他剛剛跟我的問話很特別 我說你考上了 恭喜… 他說 對… 很不友善 沒辦法 可是這個職業很難交朋友 很承認 好 其實我想知道說 你們幾歲開始跳舞 三歲吧 三歲開始上那個 民族芭蕾 民族芭蕾 聽過沒有 民族芭蕾 就是又有民族的舞蹈 又有芭蕾 就是很小很小的時候 他們就在網路上 我想大家可能還記得他們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他們自己跳的巴巴巴 好… 好… 來… 那個時候真的很小 你看到他才四五歲對不對 五歲 那你幾歲開始要彈鋼琴 我是四歲開始學鋼琴 是不是 這都是走得沒有走太好 話也沒有講太清楚的時候 你就跟你媽媽講 你要彈鋼琴嗎 對 你怎麼知道你要彈鋼琴 媽媽首先是先讓哥哥學 然後媽媽就看著哥哥講說 手指好漂亮好長 應該很適合彈鋼琴 然後媽媽就讓他學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對聲音很敏銳 然後我就一直對於外面那種 車子 秀巴掌 叫賣聲 或是以前小時候倒車 發財車會有那種 對 我都印象很深刻 然後所以我就會去 在鋼琴上主動去彈那些聲音 然後我媽就發現說 我好像自己很喜歡 好像比哥哥喜歡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就開始讓我學了 對 你知道他家是住花蓮的 所以他並不是像台灣有 台北有很多的音樂班 你也住花蓮 我花蓮 你那個時候沒有音樂班對不對 以前 剛才聽他說花中 好像這前幾年才有音樂班 就是他就第一屆 我都是第一屆 他都是第一屆 是不是 國小 國中 高中的第一屆 國小 國中 高中 都是因為他才開始有音樂班 對 花有生活比較後山 但是很多人忽略 我知道我們花蓮有很多的 很好的鋼琴老師 就是他的老師應該是 應該是很棒的老師 對 可是他那個時候 不只是這樣子 他還要每個禮拜到台北來 再找老師上課 很辛苦 那時候幾歲 好像從國小三年級開始 國小三年級 對啊 就 你幾年級現在 現在要三四年級 就他們這樣子 白的媽媽 就他白的媽媽 真的嗎 你就一個人 對啊 坐火車 到台北 對 還有坐過飛機 然後那個時候我亂流 小時候很可怕 然後以前的火車是那種 四強號夜車 因為我都是禮拜五的晚上 8點才 補完席才能坐車上來 然後到台北的時候 都已經11點多 然後自己坐夜車 以前的夜車很恐怖 11點多 那你到哪裡呢 到 到咕咕家 對 住 然後隔天一早再去上鋼琴課 但我有跟我媽說 我說媽很可怕 因為有一次坐夜車坐到 整個車廂 我睡起來之後 我都不敢睡 因為怕 因為以前說火車上會有爬手 然後我就一直抱著那個譜看 然後聽著以前錄音帶老師 上課的東西 然後就不敢睡 然後有一天 不小心睡著起來之後 發現整個車廂都暗的 然後可是車還在走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媽 太可怕了 我媽就說 有人逼你學嗎 是你自己要學的 你喜歡嗎 我就喜歡 她說那就不要喊苦 所以我就一路 我說你媽好酷 對 我就一路這樣子 維持這樣子跟鋼琴老師 遠距離的那種戀愛關係 感覺 這樣戀愛關係 然後到了18歲 上台北正式念書之後 才真的離開家裡 小學三年級 如果要你們坐火車去花蓮 你要不要去 我告訴你 他們很幸福 他們很幸福 他們愛跳舞 他爸爸就開了一個舞蹈教室 對不對 你爸開了一個舞蹈教室 你爸開了一個舞蹈教室 所以你就 可以天天在裡面跳 對 而且不要花錢對不對 爸爸要花錢 他買清楚的 可是你們可以隨時去跳 對不對 有空就可以跳 很幸福 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在舞蹈教室 他們跳得很厲害 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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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強 MV班 MV班 什麼意思 MV 就是專門教MV的 MV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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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小拍了 不是 我就是在想舞蹈 哪一種舞蹈 還有一種MV舞 MV舞 好 終於其實很特別 大家都知道他的詩詞很好 其實是主要 你爸爸是要訓練你的專注力 對不對 因為你小的時候是過動 對 對 我大概三歲的時候 是開始唸詩詞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 你三歲就唸詩詞 對 你三歲有很過動嗎 三歲那個時候 其實我跟我姐姐是剛好相反 我姐姐就會開始抱著書 然後在房間找一個角落 舒舒服服的開始唸 然後我就一直跑一跑去 然後一直把他的書拿走 然後叫他陪我玩 然後之後 我姐姐跟我媽抱怨 然後我媽受不了說 我們趕快找一件事 讓弟弟做好不好 然後她就說 那讓我去背詩詞 讓我靜下心來 可是那時候第一個開始 不是詩詞 我是先唸古文 像老子 莊子那些的 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比詩詞還難 完全不適合入門 對 那可是 你就真的靜下心來唸了嗎 其實那個時候有一種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可以在玩 然後之後我要就是在 就是在爸爸 因為我爸爸國文老師 要在爸爸教導一下 你他是國文老師 對 我要在爸爸教導一下 然後開始背詩詞 所以之後我爸就好像發現 我沒有覺得 就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讀金班 就把我們整個社群小孩都拉過來 我感覺就好多了 爸爸開舞蹈教室 爸爸開讀金班 你是比較辛苦的 對 比較通勤 通勤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就 學習專注力對不對 這個其實幫你 幫助你後來念書很重要 對 因為我覺得在國文的領悟力上 我從很小的地方就開始 從很小的時候就打好基礎 我在國中 高中 甚至在大學 我念法律的時候 就文字對我來講 不是很陌生的東西 對 左左悠悠封名校園 小男生愛慕寫情書 左左悠悠 聽說你們在請他念書 還是有男生會注意的 以前會 現在老了嗎 沒有 沒有 那時候他要寫情書 然後我們 我第一個他先寫給我 然後我沒有回信 然後他再寫給我 然後我們也沒有回信 然後他又寫給第三個女生 然後又送他戒指 然後你的女生 我就不知道怎麼樣 這個男生會不會太忙了 趙璇 你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我想你都是漂亮的女孩子 左左悠悠 聽說你們在學校念書 還是有男生會注意到你們 以前 以前會 現在老了嗎 沒有 現在比較少而已 現在比較少啊 為什麼以前會 現在沒有呢 可能是剛開始 就是一年級的時候嗎 這些男生沒有長性 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一開始追求 後來就不追求了 因為我們 那時候他要寫情書 然後我們不 我第一個他寫 先寫給我 然後我沒有回信 然後他再寫給我 然後我們也沒有回信 然後他又寫給第三個女生 然後又送他戒指 然後那個女生 我就不知道怎麼樣 就後面就不知道怎麼樣 這個男生會不會太忙 好 等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江天你像這樣子 又很會彈琴 你知道 學音樂的人都很吸引女生 你有很吸引女生嗎 還是說你剪完這個頭髮以後 開始比較吸引女生 還好啦 但是好像多多少少有一點 有一點嗎 有一點... 我就發現我來我音樂會的 樂迷朋友也好像都是女生居多 真的 所以在學校裡頭 有交到朋友嗎 其實會 因為我小時候就 滿喜歡表演 會毛遂之間 因為我就是個電視兒童 小時候看了那種綜藝節目 去學校就會表演唱歌 或是彈琴 所以其實我從小學 一二年級的時候 班上音樂課 等一下 我記得以前 我是不是在節目看到你 其實你還滿搞笑的 對 我可以請經紀公司 把那個片段買下來嗎 不是 你知道她是一個很有才華 我第一次 好 我應該說跟江天玲很有約 我第一次知道江天玲 這個名字的時候 是歐陽娜娜 她說小燕阿姨 我給你看個袋子 我說是妳表演的袋子 沒有 裡面有個男生很厲害 我是妳男朋友 她說不是 小燕之夜 她跟我一起表演 那個時候她還沒有去美國 就是在 在我小燕之夜 她就說 小燕阿姨 我想她是偷偷 就感覺上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是給我了 然後我看到就是天玲 但是後來 我在台視有一個節目的時候 有一群台藝大的同學 北藝大 北藝大的同學 北藝大的同學 來參加 我就看到她我說 妳 我覺得有點面小 然後就是她 然後她 又很有才華 又真的很好笑 但是我覺得 我不要鼓勵她搞笑 因為我覺得她有太多的才華 是可以在她的演奏上面 終於沒有多久 我發現她在日本出現 但是我覺得 那個才華可以放在心裡 也可以常常表演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一個表演的才華 那個將來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演戲 你可以 那個其實是一種 對人的情感的表達 這樣講 所以也不用把它買回來 好 好 我跟忠宇其實也很有緣分 我又是在台詞的節目 是跟你一起合作 對 跟小燕姐一起主持 一起主持 她演個天使 在告訴我們很多題目 但是我 我其實跟忠宇 那個時候她 從大陸比賽回來的時候 就很多人找她 但是我知道 你爸爸對於你上電視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你還在念書 他有非常嚴格 因為我們是同樣的姓張 可能你爸爸會對我有比較好的印象 因為我們以前就喜歡看小燕姐的節目 謝謝 但是我也覺得 因為你將來可能是要當律師 所以演藝這條路 其實對你來講 也只是在你的學生時代 來玩一玩 留個經驗 留個經驗 對不對 將來是要當律師的 對 其實念詩詞沒有讓你 比較容易追女朋友對不對 沒有 就是事實跟相較於這些 就很有表演性質的才藝 事實絕對是一個書呆子 才有的個性 真的嗎 對 所以其實我從 我在國小國中的時候 我一直很羨慕這種 譬如說因為以前都有同樂會 同樂會的時候總要有人表演 幾乎很像 大家都要有出一個才藝表演 所以有人會唱歌 有人會彈吉他 有人會彈鋼琴 因為教室裡面會有一個鋼琴 有人會跳舞 我就覺得怎麼 怎麼會有人的才藝這麼好 然後我小時候的才藝是兩個 詩詞跟圍琴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表演 圍琴 圍琴跟詩詞 對 好 趙璇 如果你是一個 你以一個女孩子來講 一個會彈鋼琴 一個會唸詩詞 你會比較容易喜歡誰 我喜歡會跳舞的男生 對 都不得正 都不得正 厲害… 因為我本身也是愛跳舞的女生 對 所以我會對比 會跳舞的男生特別有吸引力這樣 對 念詩詞 你會覺得有點害怕對不對 我也害怕 會不會我也在誇張 就不太懂詩詞是什麼 不會 我也喜歡跳舞 對 好 其實你想說 我覺得我在看你的資料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在今天我們在電視講 其實 你知道 念書跟我們的生活 跟父母 其實相形之下 在念高中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我想你在高中的時候 還是很愛情 沒有改變對不對 沒有 我一直都 很自發性的練情 自發性的 以往情中對不對 對 還滿喜歡這件事情的 就是沒有任何的生病 或者是辛苦了打斷你這個 你知道他在念書的時候 在高二的時候 這哥哥看起來很會念書對不對 高二的時候 他考最後第二名了 對 那時候在全校名字 真的是非常非常後面 然後連我爸媽看到都覺得 不能再這樣下去 因為我花太多時間在社團了 對 他在康復會 你知道什麼是康復會嗎 不知道 好 就唱歌跳舞了 沒有 是帶歡樂給老人跟小孩 對 但是要會唱歌跳舞 但是沒有辦法用圍棋或者念詩詞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你在康復會不會做什麼 我們在康復 因為我以前在國中 是個非常內向的 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我就覺得 大家都有很有自信的一個才藝 可是我就沒有 所以我覺得在國中的時候 好像沒有可以 沒有可以表演自己的東西 所以到了高中 我就參加康復社 然後那時候我才 因為藉由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才知道 其實我肯定 我在幫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會肯定我們 就是一種 其實我以為我做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我回饋得更多 但是我覺得他爸爸 非常有智慧 他爸爸就跟他說 你到底要念書 還是要參加康復會 他說他要參加康復會 對 他爸爸說好 那你在高二 把這件事結束了以後 你再來回來念書 他就讓他自己選擇對不對 對 那時候他會說 如果你現在可以承諾我 康復社結束之後 人家把全部的心力放在 高三念書 對 高三念書身上 我就讓你現在去玩 因為我每天就是早上 一大早爬起來去 然後晚上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家 都在練表演 但是你也決定了 就是康復社的表演 完了以後 你真的就開始高三 開始念書是不是 對 我在高三 因為我念書念得比人家 更辛苦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開始就覺得 為什麼我那麼冷 你看身邊同學都 身邊同學都應該有念沒念的 然後我之後想想 可是因為我玩了人家兩年 人家前面兩年都在念書 那我都在玩 那我今年我就要把他 更加倍的把他念回來 所以我在高三的時候 就很認真念書 對 所以就考上台大 對 我考上台大法律 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說到做到 這是不容易的 這個哥哥是不是很厲害 你們念書念得怎麼樣 這個聲音有點小聲 趙璇呢 妳說我的功課嗎 我功課其實算普通 也不會太爛 因為他們我們的成績是 有個資法 所以不會對外開放 所以就 對 個資法 還有個資法 好 其實趙璇對課外活動 我覺得其實課外活動 沒有什麼不好 現在就是行行出狀言對不對 結果很多的朋友 從國安念書回來 進了研究所 最後我決定開個糕餅店 我很多的朋友是這樣子 OK 我們來看看趙璇念建道 我做生意 我跟進來的 兩位男生 看了女生練這個 還要跟他交朋友 好怕 那只是竹片 可能是練習的時候在用的 等一下 為什麼要練這個 其實練這個是練什麼 也是練專心嗎 對 練專心還有耐心 還有你的注意力 其實女孩子練這個 感覺上還不錯 有點 真的 你也有想要去練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運動方面的這種東西 比如像劍道 或者是像其他人 妳喜歡運動嗎 很喜歡 我前幾個月才考健身教練 我喜歡運動 你考什麼 你不要把考試當做娛樂好不好 都把考到了 都考到了 我去考一個什麼健身教練 你不要把考試當做這種遊戲 你考健身教練 對 因為我有個朋友 也太太喜歡去運動 然後我常常被他拉去運動 然後他想要當教練 然後那時候叫我一起去考 他跟我說 就考試你只要認真去念 其實沒有很難 然後我就去念 可是因為跟我自己 隔行入隔山 所以還是花一點時間 對啊 很累耶 很累對不對 他們 OK 好 我們這裡有個片段是張忠宇什麼 我當過就是博物 就博物館的包吶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穿著古代服裝詳細介紹歷史文物 擔任解說員的就是獅詞男神張仲宇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 乾隆皇帝的八旬萬獸聖典族 看完之後 不撒撒還嫌他念太快 想要跟觀眾們開口玩笑 然後讓他們確定他們 有確定有聽懂嗎 那我用這麼快一次講一次 如果你只有聽懂 你可能是在 你可能在敷衍我 原來只是想要緩和氣氛 但這一面才發現 原來張忠宇 講話速度 以及背誦能力 非同小可 或者是乾隆皇帝八十大壽使 經濟內外歡欽的情景 經濟大幾度採訪接連不斷 連接的採槍採訪 都能登台寺寺廟 無數 作為觀眾們穿越時空的 第一個情境空間 50個字只花8秒鐘就念完 平均一秒就講了6個字 超神速就連一般導覽員 都舉手投降 由於每個導覽員解說方法不同 因此無法仿效 張仲宇一次不漏的念完 不過就讀法律研究所的他 對於背東西 從來都不是問題 背誦都是一個方法的問題 所以抓到方法其實對我來講 背誦不是很難 目前已經考上律師執照的張仲宇 只花了兩個小時 背完導覽的相關資料 趁著寒假期間來展覽打工 不過之前他廣告接到手軟 目前對於演藝工作 展無計畫 只想好好的朝律師方向邁進 所以這個背的東西 對你來講都是 就也沒有到這麼簡單 大概再多一陣子 對 對 詩詩男神張仲宇 獨特才藝笑話女生 你要做導覽員 其實你要先把所有的東西 都背下來對不對 對 這對交女朋友沒有幫助 我還可以就是知道一些 女生的生活的細節或搞完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不喜歡 自己講過一次的事情 然後被人家忘記 還可以練那個饒舌 這真的只會笑到女生嗎 對 就沒有韻律感的饒舌 好像沒有一聲 可是剛剛那個 我真的沒聽懂 那個是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 那幅圖是就乾隆皇帝 他80歲生日的時候 就是各國來朝貢的圖 所以那時候我剛剛講很快 是因為我要講 來朝貢的有誰 有誰 我現在可能有點不記得 所以兩年前 就從皇室貴族到 從天朝 慢慢往外復原廣闊 就每一個國家都會來 派他們的人來朝貢 所以你要做導覽員 其實你要先把所有的東西 都背下來對不對 對 這對交女朋友沒有幫助 可以就是知道一些 女生的生活的細節或搞完 興趣 名字 對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就是不喜歡自己 講過一次的事情 然後被人家忘記 對 他可以練那個饒舌 這只會笑到女生嗎 對 就沒有韻律感的饒舌 好像沒有很成功 對 韻律感可能要跟 看電影學一下 對 所以 其實終於 你在學校裡頭 應該也是風雲人物 對 你會覺得 比如說你也長得不錯 那開始就這樣 你會覺得會被排斥 或者是 你知道台大 每一個人都覺得我自己很棒 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在台大裡面 大家其實沒有真的很在意別人的成就 大家會很關注於自己的這樣來錄 自己的成就 對 因為自己每個人其實我覺得都很有成就 所以大家可能 他成就只是不會在螢光幕前面被大家看到 對 所以其實大家不會說什麼 因為他上螢光幕 他在螢光幕前面 他在美光燈下面 這個人就比較討厭 就不會 對 對 可是他們會問你 比如說跟我們一起錄影 他會問八卦對不對 對 他會很好奇 小燕姐看起來 小燕姐私下怎麼樣 他在跟節目上怎麼樣 他的臉有沒有去做臉 表裡如一 表裡如一 我跟他們說表裡如一 表裡如一 真的會問 真的會 真的會問 過年的時候都會問 對 過年 對 這類型的 對 或是他會問 他就以為你自己 他以為你是電視台或娛樂新聞的 那個製作人 都會問你說 那個誰的緋聞是真的嗎 我說媽 我不認識他 對 對 什麼都會問 但我們也是這樣 你跟娜娜說對不對 對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 應該不是 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很多人說 好像在學校做的風雲人 可能是在國中的時候 那個年齡會比較遭受到 比如說 對 因為國中的 國中時期的小朋友就是 可能心理不平衡吧 然後又比較幼稚一點 然後就會去用言語去罵你 對 很不好聽 對 而且現在在臉書 我記得你好像有一次去寫 就是說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對不對 對 在社群網站上面 對 就是光鮮亮麗的背後 有你們不知道的事情 對 其實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國中耶 我主持節目到現在 一直都會有人罵我耶 什麼 你不相信吧 有耶 我不曉得我是比較大條還是怎麼樣 我就是OK 就是 你會覺得 你沒有人罵過嗎 還是會有啊 對啊 你沒有人罵過你嗎 有啊 當然有 對 你沒有人罵過你嗎 很多 很多 有沒有人罵過你們 對 你媽媽不知道 你媽媽一定知道 你媽媽不罵我給你們看 因為你媽媽要在看手機 對 太好了 不要看 對不對 所以當你看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去消化你這種心情 我通常看如果他對於我的表演有幫助 或是有給我很好的建議的話 我就會吸收 但是如果 只是他個人的想法 我就不太會在意 真的喔 對 我可能就沒有像他那麼堅強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 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就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看到 比如說這個人拍照怎麼做一號表情 我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 就是多看一些別人照片學一下 我應該要怎麼拍照或幹嘛的 對啊 我的不是耶 不是一號表情 他會 其實像我們他會抹殺你全部 主持人很爛 可不可以換個人 都會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覺得我們進入這一行 心臟要變得很強大 對不對 尤其像你 其實從小在音樂班 你就要接受 你要比一般小朋友早一點 有自我管理的習慣還有責任 因為你每個禮拜都要遇到你的 面對你的主修老師 就面對鋼琴老師 老師就是用來打擊你的 對 而且老師都是跟你 一對一的在一個很小一小的情房 所以你總是得面對他 我覺得老師比鬼還可怕 你一定要有所有的功課到準備好 你有看那晉級的鼓手那個部電影 對不對 就是 就是那個老師已經極致了吧 對不對 而且每學期都有比賽或是演出 考試 大家都會在台上被比較 所以你自己也不會想要丟臉 所以你很早以前就 很早以前就有具備那種 被比較的那種 已經做好心理建設了 要做好心理建設 對不對 其實我想 我們這一行其實做好心理建設 其實每一行都要做好心理建設 因為其實就像小孩子 要接受失敗這件事情 要接受被檢討 這樣子 我們這個行業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都會 你們知道嗎 你們還沒有看手機 可是你曉得 其實在學校 還是有同學會惡作劇對不對 如果你很厲害 就會有人想讓你出個賊 會吧 其實會 我這個小時候有那種經驗是 比如說大家 老師說明天 大家要一起練習 然後帶樂器什麼的 然後老師會叫同學一個告訴一個 然後我被告知的時候 我就說要帶樂器 然後很多人都說不用帶 所以全班都有帶 就只有我一個人沒帶樂器這種 或者是 約好配伴奏的時間 跟伴奏老師要合伴奏 然後老師就說 那所有的小朋友 一起來老師家合伴奏 然後我被Cue的時間是比較晚的 對 因為隔天要比賽了 我有遇到這種驚慌過了 你是在同學當中會被欺負的 對... 為什麼 我國中是因為我長得很胖 對 我想到胖那是原罪嗎 為什麼大家都笑我 像是我也是國中的時候很胖 然後就是會有女同學 就是拿吃的給我 然後說問你要不要吃 然後說好 我要吃 然後他們就會說 你看他那麼胖 然後還在吃耶 然後我就超壞的 譬如說大家 老師說 明天那個大家要一起練習 然後帶樂器什麼的 然後老師會叫同學 一個告訴一個 然後我被告知的時候 我就說要帶樂器 然後很多人都說不用帶 所以全班都有帶 就只有我一個人 沒帶樂器這種 你有嗎 我是 可是我剛好相反的 我在沒有出名以前 沒有出名之前 在國中的時候 我比較會被同學欺負 然後那時候對我來講 我打擊真的很重 因為我一直把學生好不好 當好朋友 因為你長得帥 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你長得帥 我告訴你 同學就很討厭長得帥 長得很好的人 不是嗎 我不是 我國中是因為我長得很胖 不是 不是 我小時候也是很胖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很胖 真的嗎 對 我想說胖的人是原罪 為什麼大家都笑我 對 對不起 對 這是很容易被欺負對不對 趙雪 像是我也是國中的時候很胖 然後就是會有女同學 就是拿吃的給我 然後說問你要不要吃 然後說好 我要吃 然後之後他們就會說 你看他那麼胖 然後還在吃耶 然後我就說超壞的 真的很誇張 胖不是原罪耶 對 胖不是原罪 我超胖啊 你超胖嗎 對 因為金牛座很愛吃啊 金牛座很愛吃 我也超愛吃 我是摩羯座 你們都是金牛座 對 只有他摩羯座 我是摩羯座 你也是金牛座 今天我們有四個金牛座 金牛座是一個成功的星座 是不是 你是摩羯座嗎 對 我是摩羯座 你最後也是會成功 謝謝小燕老師 好 今天這個 天靈道我們再來 其實 對…我有這一段 是娜娜跟你合作片段 那時候娜娜還很小對不對 對 其實很小 她從大概十歲開始 我就會跟她一起合作 然後教教她 然後一起演出 其實我們算是一個戰友的關係 後來等到她成熟之後 考到美國學校之後 我覺得我們就變得 她是比較像合作的夥伴 對 她也是很天才的小孩 對 我覺得她也很努力 也很努力 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片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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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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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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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叫做春天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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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叫做春天来吧